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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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信但是应该不到最自信 自信过头了那就是膨胀骄傲了 对吧 所以应该是比较自信自洽的打工人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最有才的打工人陆虎 希望有一天通过我的努力能够把财前面加一个被子 ost 小王子这个称号 就是不只是才华能够支撑住的 还有这个勤奋 被退稿很多次之后依然坚定的在行业中 你看看就是找到退稿逻辑的那个人 我现在也拿到了一些退稿密码 这个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因为我们节目也会有很多在音乐圈或者影视圈打拼的年轻人们 好 还要欢迎一个最多面的打工人许吉如 欢迎 大家好 哈喽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你很多面呢 可能是大家在银评上看到我不同职业身份的样子 本身做律师 但是在节目中也做过变手 做过演讲者 主持人 他真的就是妈妈眼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南京外国语 清华大学 哈佛大学 然后呢 其实我特别有个好奇 因为我收到我们这次的工作邀约的时候 我一发现说 就是老板不知道的我 有一个破折号叫老友记 然后我后来又听说 这个其实最早是赵总你的创意 你为什么会想到说这一记我们做老友记 我遇到很多人在创业的过程中 把自己原先是一个宿舍的一个班的 或者是带把子的好兄弟的各种 甚至于原先是平级的一个同事 弄来当部下 后来很多时候处得不开心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值得拿出来说一说 就跟两个人凭空通过射招 通过孝招 凭空变成一个伙伴上下棋相比 这个路不一样 要崎岖的多 尤其我们又是一个特别重人情的一个 文化的一个底色 在这种过程中 一不小心就伤害了人情 然后就有这个老友记的想法 大概是这么来的 我们的节目播出以来 收到了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 很多都是关于职场的困惑 等等等等 那这一季呢 我们会筛选出留言中 大家呼声最高的几个话题 一起来聊一聊 这一期我们先来看一下留言板中 被选中的话题是什么呢 来 这个好像也是我们去高校做宣讲 做分享会的时候 被弟弟妹妹们问到最多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其实进入职场 其实就是当年的那个选秀 我是从不太相信有友谊这件事情 到最后相信职场会有友谊 一开始我们是在对面站好的人 对 我们要赢得自己在这个比赛的名次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但是到了最后 我们成为了同一站好的人 这个我也算是极少数 比较幸运的那个人 我也确实碰到了这些年真心的朋友 而且确实都是在职场交道的 对 我觉得职场友谊它会需要很多前提 其实我的第一个老板 就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我们就是上下级之间 我觉得是真友谊 但是呢两个前提 第一个我们当时律所有一个叫做导师制 这个制度 我们是一种学徒的关系 它带我 因为其他人有别的合伙人在带 大家都不会觉得是不公平 第二点 我觉得是需要这段友情里面的上级 非常的有分寸感 这个公不公平 一碗水端平 适当的引导 都在他的那个拿捏之间 所以我觉得能有这样的友情 同时也有很有效的工作 主要是因为我那个老板 修养好厉害吧应该是 然后我是一个受益方 其实 是的 我觉得一定是有友谊 我觉得一定是有友谊 反正是不会奔着交朋友去 我觉得有工作这个层面在 你们的友谊可能很难 特别单纯 特别紧密 对 因为有一些利益的东西在里面 你觉得职场有真友谊吗 赵总 我觉得是小概率事件 因为友谊有一个特点就是 你对他跟对其他人 他就是不一样 但是职场中作为一个上级 对他所有的部下 最要守的底线就是公平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就是不一样 其他人很公平 你这老板怎么当 其他人怎么看 但是呢 会友 对这两个人要求很高 虽然大家聊的观点都不太一样 可是每个人应该都会觉得 我们不要把友情和工作混为一谈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职场礼仪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职场中 这一对老友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来 我们看一下 嘉宾的信息给到大家 这人我熟 这个我也熟 网易云音乐工作室的负责人 和独立音乐的制作人 好兄弟成了上下级要稳定和爱自由 以我对老姚多年的了解 他找员工也好 或者合作伙伴也好 他可能先从安全感开始 举贤不必熟 对 一我是了解这个人 对 二是这个人也了解我 对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期的音乐故事 好不好 来看一看他们的友情和职场 在这个插路口上遇到了哪些问题 我叫姚正 然后感觉一下相亲节 我来自于山东 还要说自己年龄 我目前在网易云音乐 西域工作室负责音乐人扶职 以及一些自制内容 就是自己也是一个音乐人吧 对 我叫王磊 我今年38岁 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 第一次见是他来我这录音 一般我们来录音呀 这种不会有人导致的很正常的 但我看姚老师他是有打扮的 因为头发有点尖儿 小刺儿的那种原因 很注意形象一个人 他做事特别靠谱 无论你要去提的合不合理 他肯定先说 好的 没问题 就笑呵呵的 好好好 姚老师 没问题 好好好 永远笑 还好吧 姚老师突然有一天就说 要么你来网易做制作人吧 这首歌 其实我刚去工作一个礼拜就想离职 就是因为姚老师让我做一个Excel的表 我一打开就晕了 我说这个太难了 上一周的班就要离职这个事 我觉得就特别牛 给我气 这么好的职位非常不上 我觉得刚才王磊说那个我特别有画面感 我就狂爱做PPT 但是我看到表哥我就懵了 我也懵了 你也是吗 PPT偏文科 Excel偏理科 这是我的感觉 是的 你们都遇到过什么让你崩溃的时刻吗 我其实前些年不是也有去上过班吗 其实有碰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事情 我当时我也就斗胆问了几个问题 哥您招我进来要做表格还是做音乐 他说我招你进来是做音乐 我说那这表格是 他说你也可能也需要做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的创业公司 都是小而精的公司 是 一人多用 这是一个确实很多人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说我告诉你哥 我从上学开始学的就是内容 你现在让我做一个我不擅长的东西 而且你在这个事上跟我说事 我觉得不合适 我可以想办法 我说老板那你介意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吗 老板说的我要的是你搞定 我就网上找人帮我做 他可以这样 第一次听说一个职场人 他可以外包 有外包的 就是崩溃我不擅长的事情 是 我生活中有一件会让我非常崩溃的事情 就比方说我点了一杯珍珠奶茶 他没有给我送吸管 这个时候你如果再跟外送员说 你那个吸管没给我送 他已经在跑别的单了 对啊 你也不能让他再给你去要一个习惯 对啊 你这个真的不是最崩溃的 真的 你大不了你还可以倒出来 我遇到最崩溃的是 一堆朋友饿到不行 我点了六个菜 没有米饭 我刚才试图理解了一下 我觉得崩溃应该是一系列铺垫 最后那个结果 是在那个点上崩了 就像蒋哥 他要吃七个馒头能吃饱 他就会说 他说与其知道第七个馒头吃饱了 前面的六个不是浪费吗 就直接吃第七个就完了嘛 我理解这是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崩溃 就前面其实有好多原因 攒在这儿了 啪就一下 它是个导火索 我们继续来看看 这两个人还会有什么更加崩溃的瞬间吗 哈喽 这哈喽 不是白黑帕的大人 这太怪了 这 这感觉像那种夫妻要调和 调和那一节目 其实差不多 特像很多人要上台吐槽 你对不起我 为什么是我 来 不是你要答应了 咱们俩还谈什么呢 对吧 嗯 嗯 老板不知道的我调查表 职位无 你看职位无 嗯 哎我以前有职位吗 以前是 有职位 是 我是多少号我都忘了 他不是职位 他那时候那叫公号啊 公号从姚静的嘴里面说出来 我看哪怪怪的 哈哈哈 想对兄弟说好兄弟 我想 和你当面好好唠唠 嗯嗯嗯 你这你也不是东北口音 还好好唠唠 什么想法 不是你什么想法 有有很多 有很多 为什么要发起这场对谈呢 因为姚老师问过我好多回了 上一次网易离之之后 他又突然在上个月的时候问我说 现在有这么一个事情 说了一半就停了我就说别的 到最后他又提起来提起来说 来协助他 我说没有问题呀 但姚老师我不是是你需要上班 那你现在怎么想着 那你现在怎么想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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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怎么样再去写新的东西 没有变量 变量 我跟你交流一下 嗯 现在你正在睡觉 哈哈哈哈 其他人就只好等着你 对吧 但是实际上你只要参与一个协作 他就不可能是为你制定的量身定制的一套规矩 嗯 他很可能是他固有的一套规矩 嗯 这个就是其实取决于上班的两种不同方式 其实王磊跟姚政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歧 还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意见相左 嗯 原来还有别的因素导致的 就是实际 这次想叫你回来跟上次初步原因都一样 刚才导演有问我就是这个事就是站在你角度上跟站在我自己角度上 我有多大比例嗯 我觉得五五开 第一是公司角度上你也能带来实际的好的产出 另外那五成是你 我觉得就你这个职位确实能给你带来一些东西 就比你自己单干要强一些 嗯 其实我们特别自由职业者就有时候连基本的稳定跟保障都没有 大部分都没有 我是一二年 我在家里被我家里的一个大理石 大理石餐桌砸断了三条绞筋 哎呦 扯着 就路虎抱着我去医院 然后需要做手术 然后医生就问有没有社保卡 我懵了说什么是社保卡 当然那手术还挺贵 花了小两万块钱 都被当时我有一朋友就帮我垫了这个钱 不然就脚筋就接不上了 但是大家就是 人家说你有社保卡 就感觉就连基本的这个保证都没有 然后当时就觉得我得有 得有 那天发生了什么到底是 我相信这件事决定了我跟姚正 是用未来很多年的一个职业的走向 我们本来也跟王磊一样 我们热爱我们所热爱的这个东西 我知道为什么老姚一直在劝王磊 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句隐形的话 叫做兄弟那是你没遇到事 就是老姚是一个正儿八经的 在遇到事的一个人 那一刻你是非常非常无助的 那天是姚正做完了自己作为独立音乐人的首张大碟 他倾注了所有 我们两个住一个小区 他说虎子 那个我买了猪头肉 然后今天煲饺子 咱俩庆祝一下 我特开心 在接到第二个电话的时候 那个声音很冷静 虎子 是这样 我的脚趾头好像断了 我说你说啥 我一点不夸张 一分钟跑到他家 敲开我就说 我说什么情况 他就是 我永远记得他当时那个表情 姚正带着笑容 我脚好像断了 刚才那个大理石桌子砸到我脚上了 他说虎子 你知道咱们家附近哪家医院相对来说便宜一点吗 哪家医院便宜一点 因为我们一看这就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真的 对 到了医院又有一刻 我去交那个钱的时候 那个账单付到我这儿 我当时我也 我的那个 我又难受了 我说这个钱我好像我卡里不够 我说你们能不能 那人说你们说什么呢 什么叫能不能 现在就给你垫上赶快 他进入那个手术室了之后 我在外面大哭 崩溃大哭 我觉得无险一惊在春风得意的时候 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 对 但低谷的时候 我们需要无险一惊来雪中送他 对 后来上班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给办了社保卡 然后当时我拿到那个临时单的时候 我就就快哭了 我在19年底的时候开的录音棚 过完一个年直接停止工作 就身挺 但是那时候还好再往一工作 也挺过来 这是很现实拍在脸上的帮助 所以我也特别犹豫 你媳妇也自有职业 是吧你之前你媳妇是 服务公司嘛 对 服务公司自己离职了 对对对 我很支持嘛 当时也 你支持的背后 其实你后面是有点惊愕 以及不安全感 就不然你不会 之前刚跟我认识的时候 就说这个事 对 我们先试一下 他太太也是音乐人 嗯 结束到我们 就完了 那时候差不多了段落啊 嗯嗯 就还有一个事啊 嗯 忘了给你说一下 我也有点晕了现在 我完全是 怎么了 姚老师前两天不叫我出去吗 我俩聊了好长 好几次去这个事 嗯 就她 想让我回去再帮帮她 如果我现在回去的女儿怎么样 那那你第一反应是怎么 我第一反应是拒绝的 嗯 就是 我确实不适合那种 环境 环境 确实是 是吧确实是 你看着我多难受 确实 但是又是姚老师开口 再加上还就是 薪资不错 我真是犹豫了 嗯 嗯 所以我想我长大了 我需要 稳定一点 我们都是自由职业嘛 嗯 这样是不是 就总觉得得一个人稳定 对 嗯 是就就 就这块让我卡到这儿 就结婚了 我觉得没必要卡 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吧 嗯 哎呦 我觉得她太太说的那句话 哇一下就让人觉得 汗毛竖起来了 说你就听从你的内心吧 然后许记住 你有没有在某个人生的档口 告诉自己说 我选择另一半的标准是什么 反正我另一半完全不符合 我曾经想过的标准 就是说 人家想了不找创业者 嗯 那并不是我本身对创业者有偏见 嗯 我只是觉得有很多创业者 就是不稳定 嗯 然后 还有一点是 创业者一号位 他的ego比较容易很大 嗯 做他的伴侣和身边的人 会承受一些压力 嗯 创业者压力非常大 因为做企业是没有止境的 嗯 我在在想说 我有这个情绪价值 可以去给到我的另一半吗 对 因为我事业心也很强 哦 对 但反正就是说 后来我的老公 就是比我还小的一个创业者 嗯 真的是感受下来啊 我就觉得女孩子们 我们打开思路 不要给自己设限 就比如说 因为我现在是创业 是all in嘛 创业的都是这样 那我对我的热爱all in 他是非常非常非常支持的 嗯 我会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不仅是情侣夫妻 他也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像梦想合伙人这样 嗯 你才共住一个更伟大的事业 是家庭 家庭 就我觉得我找的还蛮好的 哈哈哈 我身边有一个姐姐 她之前工作嘛 也是一个领导 就是我看她朋友圈 突然有一天 晒成黑成那样 大家拿她开玩笑 但是她现在就是 是一个美人鱼教练 自由浅 我看她在那每天就很开心 我觉得自由对我来说 可能是我的真谛吧 就是我活着的 之后的时光 我想活的自由一点 嗯 嗯 对我觉得 你刚才说的就所 所有的 自由吧 就是 都可能得是以稳定为基础 就是你说去那 潜水或者去旅游 或者你那个 原来高管的那个姐姐 人家说不就是 拿到期权才是自由了 直接就 就就OK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因人而异吧 我不是很有钱 我只是现在能 就是酒足饭饱吧 我觉得以前前几年 我有点较劲 但这两年 我感觉我我好状态好了很多 特别今年我就想轻松一些 包括这段时间我觉得过得很舒服 对我我觉得你 你不能老考虑自己的舒服的状态 就是 所有舒服都是以付出为代价 特别是 但是我觉得作为咱们是偏技术类的工众 你看现在 AI绘画能让85%的游戏画师下岗 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些 觉得画画感觉 就是 那我们其实音乐一样 现在 好多编曲也是直接出嘛 如果你做不到特别有创造性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直接可能就是实业 那要是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就是 选择性的生活 就说 就像我如果不去大厂的话 我可能不会那么早前两年都接触到AI 对吧 但是 如果我没去 我不知道AI边去 我可能 是不是也有概率 活得 依旧很开心 劝不动了 是的 我觉得他俩在辩论 其实他俩都在说服自己 是的 我要是老姚我就不劝他了真的 因为你把他劝来 他也干不了很久 是的 他不是没辞职过 哈喽虎哥 怎么又是我 人生都用自己的也太自恋了 啥事 那啥有个 有个节目录制 可能要出去几天 好事啊 你这 好事啊对啊 发活的 我会帮身边的兄弟接一些工作 对因为我递简历递的比较多 你到现在还在外包 估计 没年假了已经 上次去你那个演唱会 已经是用完了最后的年假了 还拒绝我了 你看很好的一个节目录制 哦 他现在是很有纪律性的一个 我那演唱会才一天 那时候自己开店自己那天送花送餐 对吧 嗯 就我我我我我 印象特别深刻是有一次我就是在复利城送餐 我真的那次 真的真的生气了 那个 店面车停了 那保安说 不准停这 送餐停那边去 啊就停那边去 就是不让上 送餐不能上去 我说我给人打电话让他下来拿吧 然后大夏天我就在那打电话 你大堂里是没人的 你知道 他说你们那个送餐呢 不要站在这影响环境 站外边去 我真的有点生气了 那会儿就天天每天精神之助 就看那个当幸福来敲门 啊 累到就每天就回家倒头去水 嗯 一个月赚了五千块钱 很难 这点 嗯 这其实 哎上班相对比较好一点 嗯 这根本真不容易 嗯 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 他是 呃 我后又讲回那个 所谓的就是稳定跟自由 那稳定自由 我觉得就相对吧 为什么有时候我 我觉得我上班 反而让我觉得很自由 因为有一点是 比如一天 我慢一点 处理完工作 我回家就坐在那儿 静静地 开瓶酒 嗯 就很脆 但如果今天 或者这几天 嗯 工作没有那么多 嗯 就是 很多情况下 会有点焦躁 是 解决很多焦躁 我我并不是说纯自由 没有边界的自由 但我觉得就是 就是 像我们俩都是相对 自制力不太强 就是 哎我我还行 我还行 别闹 就是 你基本上 你如果今天 开心了 对吧 肯定都走起来 晚上跟朋友吃饭 吃饭喝了 嗯 喝喝又开心了 一下喝到快早上 第二天是不是就是 基本上 就是你肯定下不才起来吗 这个我找到一个平衡方法 就是 你不是一个平衡方法 基本上是这样 比如说你要是 需要上班 你可能要 打卡 固定的时间 你要到那儿 嗯 可能喝 喝第一场的时候 你就想着不行 我得早上班回家吧 第二天还照常起来 他是 对我有个约束 因为我觉得我们 姿势力相对都 不是很好 我是如果第二天有重要事 或者我这个歌 我必须在一个短 过规定的时间内 我必须得完成 我没有一次是 拖后腿或者是交晚了 我都会提前完成 因为我是那种 只有把我自己事情 处理好之后 我才能去放心的去往回家干嘛 我有最厉害的一次是 连续12天每天都在编歌 编完之后就放一架 玩一个礼拜回来接着干这样子 哇 这样我翻译一下王磊说这一大段话吧 好 就是我不来 没错 就是你别说那么多了 就是这些东西老姚不知道吗 老姚之前也是经历了这些 这个有点鸡同鸭脚 我觉得刚才整个十分钟 是 就大家都是各自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彼此现在人生阶段都不共振 我不可能同意你 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老姚 其实现在对话的不是王磊 是曾经的自己 对 他其实在劝一个曾经的自己 他甚至都没有在劝王磊 我觉得他有点用力过猛了 你很爱你兄弟 我们都感受到了 甚至王磊也知道他很爱你 所以刚才我看他两个人在那里 我就觉得真的有感情 对吧 我就当时心里有三个字 反不上 我说这是干嘛 这关系真的好 都摆到中面上了 他其实后来已经不再是说我想请一个人来干活 他满脸都写着 我真的是为你好 是 但是他这种为你好又有点强加于人的意思 我觉得王磊需要这份工作 远远远远低于姚正需要王磊这个员工 对 那为什么不直接说呢 你的价值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的团队需要你的加入 而好过于你不知道你现在有多不稳定 以后AI出来会取代你 就生日姚正其实不会劝人 我就说你来帮帮我 对 你直接跟那个王磊讲 王磊会帮你的 因为上下位并不看是层级 我觉得看供需关系 对 这个话好 我想说的是那老姚可能需要一点点用人的智慧 那王磊可能就需要一点点最直接的我要什么 就是大家都可以再直接一点点把这个事情放在桌面上 其实你看我们就这个片子 其实就是一场线下的boss制品 就是完全给大家展示了一种情况下 怎么样老板跟员工或员工跟老板直接谈 一直是各个角度去什么正面进攻 然后阳工就各种去想要击破王磊的防线 想争取到他的团队 但是没想到他遇到的是一个就是高科技的城堡 就随便你从哪个角度打过来 我都没有用 赵总啊 你觉得就是刚才的姚正在这种妖人工事里面 有哪些地方是有问题的 从刚才看他两个人那个厂 他作为一个潜在老板吧 这么说他他其实很弱势 基本上一副这个哑口无言的样子 基本上就是勉强在维持这个局面 我特别同意我赵哥 因为老姚他其实有他强势的一面 因为他是做摇滚的人 是最有棱角的一个人 他要能跟这样的一个人这样聊天的话 他肯定是把他当朋友 我现在我好像突然间明白老姚该怎么做了 他是不是要把那个朋友的身份里面跳出 先跳出朋友的身份说我需要你做什么 可能会更打动王磊一点点 每次从出去出来我都想写一首歌 一下去之后我就看见很多有海龟有些海蛮 这么小的帝王戏 你喜欢什么感觉 开心 还能在一起 他是真开心 你看那个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都 这是真难过 他也挺疲惫的 嗯 高可逸这首只等风天院好听 互联网公司的音乐人其实格外不容易 因为本来这是个很感性的事情 但是他们却特别得理性 对 好多情况下音乐会打开一个时光穿梭的隧道就是 会想起原来跟他们做歌的时候那些日子 对 这个创作人计划是一个 其实根源性上都是去扶植中央部的音乐人 他们可能靠自己的音乐没办法养活自己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土壤 进一步能够不断地产出好的作品 就是我们这个创作人计划的出现 后来确实有一些作品有了不错的数据 像那个苏玉的归属吧 走过了南上的春河下 然后抱过高可一了不如回家陪我们吧 那到最后是一个问题 是在于我们的点状发展没有形成一个就是 量化的东西 加上我们随时做自知报款人的压力 所以大家就渐渐地转了方向 所以就是有一些可惜 之前去跟王磊一起做几个想法 对 他有主要负责一些制作以及筛选 还有选择的那些过程 就我们俩就是相对来讲 音乐风格上有些互 他还是比较合适 你看这句话他就是需要王磊 王磊有这方面的审美可以帮他筛选 有可能会出现的歌曲 然后你在干什么你就直接 你就直说嘛 一开始咱们做石头计划的时候认识 对吧 因为当时也是菲菲 那个张弘菲介绍 介绍你过来认识的 你做事很靠谱 然后前后都有交代 然后基本上定的时间逻辑 然后就合作特别顺畅 编曲各种活什么干的都特别漂亮 也很客气 一开始就是姚正老师 我说你别叫姚正老师 习惯了现在也叫姚老师 就是我们做过成功的案例 喜是咱俩建制吧 选这个歌的时候 谁想过他能成为一个爆款 我昨天无意间看评论 20多万评 所以我说挖掘人上 你听得比较前卫比较新 你要去帮我多找一找 就是这是你的能力向所在 就我们俩就觉得这首歌真酷 so酷必须是他 得有那种耳目一新的歌 所以我找人特别重要 然后我们也可以 我觉得我特别适合这个 我就是那个人 对啊 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 如果是未来运营这个项目 你会能就跟他们交流的更暖一点 就我有时候脾气比较急 我上了就可能就是很冲 你看他们也怕 但是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唱白脸 一个人唱黑脸 不然就太惯着了 就写不出好东西了 但是你太严厉的动作又会变形 他们有什么需求呢 也可能会直接表达给你们 传达给我 我就就是那种配合 我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单独以这个事情本身的话 我非常想参与 我确实喜欢发现一些有特点 新鲜的充满创意的酷酷的 这种新的乐队也好 音乐人也好 但是唯一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做 但是能不能换一种形式 就是不是以一个 我去上班一个员工这样来做 就这个东西就是你 鱼翅跟兄长也不可见的 而且我没办法不让你 来上班的状态还是做这个 那肯定大厂有他的规则 你为什么这个人给他这样的一个特权 你看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咋不接电话呀 你人哪 哪去了呀 老板的焦虑 我这不是下午出来联系你咋 咋 你干嘛去了呀 编割了 没听见 不是 我给你翻了苏玉的几首战术 你听了没 我还没呢 我刚跟各位编割了 没听见 我一会儿听一下 不是 我特着急 我觉得最近约个时间去见见他吧 好的 嗯 好 嗯 拜拜 拜拜 一人多用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嗯 不是 你这跟自己家似的 你人家似的 来来来来 好几个家似的 我跟你什么好久不见你坐着 都坐 都坐 放吧你那个新歌吧 以前坐在这个凳子上放歌的是老杨 哈哈哈 真的哎真的 这十几年做了一个身份的身份的转变 对 嗯 现在比原来那时候成更成熟 更成熟 对对对 那你这一年半 你现在做什么呀 嗯 做 做 做爸爸妈妈的思想工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今年才才入大 我今年已经二十二了 已经二十 我走了 我不太想说 没有 没有一样的 一样的 自己有时候自己坚持也挺挺难的 挺难的 他这个年龄我觉得很可贵 这种精神 就比如说那天我打电话找不到你 可能就十分钟 但是这边可能就有个项目会等着你要开 这找不到的感觉是很难受的 嗯 你要参与到这个team里来 这是一个周期性的team 然后这个team呢由你来负责 你来把控 我也会很放心 就要是我认认真真的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自由惯了 我确实无法规规矩矩的上班 啊哦 啊拒绝了 哈哈哈好难受啊 但是但是你知道我想让你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的自由 你不是一个常规的上班的人 也不是常规的制作人和互联网 传统思维 你能打破这个定式去选出自由的音乐 选出新鲜的血液 我感觉就咱们本身聊这个事 你是想要干这件事 然后这也是你跟我的核心出发点 不然我也不会去找你 嗯 但是我觉得你给我拒绝的理由 都相对比较形式意识主义 我觉得好像不是那种最核心的感觉 呃 哎其实我我有时候我有时候在想 是不是呃 我们本来是朋友关系 但是呃你加入我团队 就是咱们成为一个所谓的上海级关系 你会有些别扭 你是不是有这个嗯难受的点 不说话事最大的嗯 看着陌生的侧脸就收起的照片 已经是好几年前 这边长得好 特稳特稳 一定是个夏天 记忆和气味重点 还行这样还行还行还行 还行还行 关上了窗没有了光 你觉得那个关关上了窗没有了光 这个地方要不要到时候配合声了 配吧 配个度数关系三五度的 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 我们合作也很愉快 进而成为好朋友 嗯 那你觉得他会因为你们的关系 变成上下节而感到困扰好吗 应该会有一点吧 但是他永远都跟我说了 都是回的 好的好的 没问题没问题 所以你也察觉不出他实际是有问题 还是没问题 我俩认识七年 我俩很少有矛盾 可能在网易工作那段时间 有那么一点点吧 因为你是一个领导嘛 作为我来说 我习惯你的身份是我的朋友 那两年里有很多瞬间让我 实在是 很别扭 有几件事确实是 我 你有感觉到吗 有一次我俩在对一个事吧 你说啊这干什么要怎么的 就是有点着急那种感觉 然后突然一瞬间说走下去 待一会去 我就转换这么快了 几秒前 几十秒前还在 说这件事有多严重 一会就可以 又回到我们是朋友的这种状态 就让我感觉到 好奇怪 主要是你角色转换自辱 我不自辱呀 我在我认知里是 我一下转不到 就是我是你 我们是上下级关系 所以一下 一下点我就很难受 呃 其实有时候我情绪走的 来的快走的也比较宽 但是这点是我的短板 你就是着急 还有一次是因为 对一个合同还是干啥来着 对我没没对明白 你直接就说 啊我跟你没有办法工作了 啊 就说了一下外就没回 完了 好像第二天就又好了 大家都不提这个事了 那我我外理我我是理得 主要是主要是我不知道就是 为什么你制作的事情是特别调理 然后 呃 我们是比如说我前一天 我跟你吃饭 我们就聊这个合同要怎么签 嗯 对不对 嗯 吃一晚上聊三四个小时 感觉聊透了 绝对聊透了都能背过了 什么分成比例 合同模式对吧 你就去跟歌手跟自取人签就行了 嗯 然后第二天你问我基本上 哎 哈哈 就全忘了 昨天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数的特好 嗯 到第二天说 哎 一 你来着 就哇 我就直接我前天晚上我在干啥 就是这种感觉 你说不跟你聊了 还剪了 不不我前天在干啥就是 这个是我最大的短板 你们之前为什么没聊过这个事情 其实我俩很少聊这件事 大文都是嘻嘻哈哈 对我们男生之间更多的就是 比较直接 比较哥们情谊那种 要是他都不会注意到自己 可能有时候说话是一个上级的感觉 但是就是就会让我很怪 而且比如说我俩稍微今天在一件事情 没有达成共识 要是就会 发信息 嗯 哎就发出来了信息 我一听这安安安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是他在思考怎么跟我说话 又不能说直接对下属那样 特别 直接的说 要不然他也怕我接受不了 我相信他那个也很难受 这个人心好戏啊 是是 嗯 他嘻嘻哈哈表面他心里很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 就跟 古代时候打仗一样 对吧 有时候你的能将 跟你在下边也是 置信朋友 就是一些度的问题 我觉得度跟 临界点 嗯 嗯 我们能一块去干一件事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是朋友 因为 有一些事情 嗯 基友点是因为信任 我们俩是朋友 即使就是有时候我 对你着急了 或者说 我们俩相处方式不舒服 但是我们基友是想要 我们下面做的更好 我们能出东西 我们俩活得能更好 我们能帮助更多的人 嗯 就是这是基友点 我们俩发心点一样 嗯 其实我觉得上下级很别扭的事情 就是在这儿 嗯 尤其是有一个人 觉得自己很会当上级 的情况下 哥你直接说直一点 我怕他看这一期的时候 他听不懂 哈哈哈哈 然后你替我说 就是你 你可能需要的目前是让王磊呢 就帮你 就直管音乐方面的事情 然后你还需要一个管理层 还需要一个管理层 哈哈哈哈 哈哈 卖包表 对对对对对 这样你可以到那个 boss直屏上去找一个啊 很多机会很多 对对对对 其实我特别想说 我们可以在演播听里 就来一个小剧场啊 然后就刚刚视频那个事情 嗯 然后跟歌手签合同 就是虎子跟王菊 你们可以来演绎一下吗 谁是上级 谁是上级 我这我脸上写的两个字 下属 哈哈 啊王老板 反正就是昨天晚上过完的 呃条款和细节 就是今天不记得了 是吧 昨天晚上我们过过细节了 你昨天晚上是没有状态 还是今天没有状态 哇 哇 哇 就是我之前就一直跟你说 能不能找个人帮我做 嗯 我确实搞不定 昨天三个小时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 你不擅长 应该在我们 谈论这个事情的第一时间 嗯 你就提出 朋友嘛 聚会 当时聊那么多工作 我确实有点 在双方已经浪费了这么多时间的 沟通成本之后 你跟我说这件事情 你完不成 嗯 我觉得他说的全对啊 我没有办法反驳 你要努力反驳 我我我试一下 我想我想你想你要想你想 思想是很好的朋友 你这个要用起来 你们五年的感情去哪了 哈哈 不不不 我的点真的是在于 嗯 我真觉得就是 让擅长的人去做擅长的事 我觉得我真的是无言以对 就是我的问题 我我认为如果当时 或者说我们签约的时候 我就应该告诉你 这个我做不了 你要是让我做这个 我就不来了 嗯 那个时候甚至都应该说清楚 嗯 但是我觉得王菊刚才有一点做的 特别的 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让自己 在一个朋友的那个身份上 嗯 刚才那个姚正就说啊 王勒也说过啊 就是他的转换太自如了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带引号的 他的那个状态转换啊 因为跟姚正的领导风格有关 所谓那种上下级的感觉呢 那就是说姚正会发火 或者是态度上有点不尊重 嗯 但不是所有的上级 都是这样的风格 对 我换言之 状态如果自如转换 本可以是一个加分项 嗯 前提是你在做领导的时候 也还是有比较好的情绪控制能力 嗯 但是现在问题在于说 姚正作为一个领导 他是需要被下属包容的领导 那我觉得就 你就没有那个金刚转 你很难揽这个词情 嗯 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们的结果四面 好不好 嗯 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好几年 六年 五六年 六年 就是这个计划 飞哥把王勒建上来的 哦 才认识 来飞哥 我得算算也不叫伯乐吧 哈哈哈哈 像不像两口子吵架的 把当时那个没人给吵架了 你说你跟我们再说说 哈哈哈哈 那王勒已经 他不是那么如 哈哈哈哈 如金河 哈哈哈 他现在 咱也不能说翅膀硬 哈哈哈 其实他在 这还真是没人的话 嗯 那咋了 那你给的吗 不是 都是后来找他的事 他还得进步 还有进步的空间呢 哈哈哈 哈哈哈 他现在制作 制作单价还得往上涨 还能涨呢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更回不去了 哈哈哈哈 再涨更回不去了 人家 现在这种 这叫什么 炙手可热的制作人 是啊 嗯 他什么价我不知道 我从来不给钱 不给钱 这就是不回去的原因 哈哈哈 所以飞哥你 嗯 网里现在如果特纠结 他问你们 嗯 嗯 我是觉得朋友在一起做事啊 非常拧巴 非常拧巴 哈哈 你们啥不拧巴 哈哈 嗯 就是觉得不拧巴就 不拧巴 觉得拧巴就会非常拧巴 嗯 但是 但是这个真实的 真实的 即使都这么 关系这么甜 当然 能不能 为啥为啥我不找别人 如果是 我是网里这个角色 我要不去上这个班 我觉得我去 为啥 因为首先 现在网里需要我 嗯 但是我 我不是基于朋友关系 去入这个职的 嗯 因为我有这个能力 我制作能力就是顶尖 嗯 那我要去上这方面 嗯 我就要去上这个班 嗯 然后我现在做的内容 制作能力 它又发挥出来了 就是我们原来做音乐人 飞哥那时候帮我 做唱片的时候 我多难啊 嗯 我吃上顿没下顿 那现在我们可以帮一些这种 有才华的音乐人 为什么不干这事啊 嗯 为 为什么不干 嗯 哈哈哈哈 嗯 模仿一下对方在工作中的样子 对 我现在模仿吗 嗯 你给我给个电话 哦 还得有电话 还有道具 呃 我觉得这个是 很细节那个抖腿 嗯 你问他就行了 在群里说 嗯 哈哈哈哈 像不像 抖腿 取向 说了说眼睛咱咱看别的 哈哈哈哈 是这样吗 是 这么丑啊 这 这个 做电脑器 哎呀我我给你听我这性格 人是调的具好 你加的效果器 真的真的特简单 特特特的贴耳 哈哈哈 贴耳 你其实差点特简单 我我我最近就入了一个新的 那个那个 那个小口气 哇 两万之内无敌了 哈哈哈 对不起 哈哈哈哈 又要笑了 笑 试试 哈哈哈哈 哈哈 这是 你觉得就是最想最喜欢跟什么状态的我相处你可以给我一个排名吗 就是完全好朋友的吃喝玩乐的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 第二个是弹吉他唱歌的你 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你是不用担心那些事也不用用心理压力 你只是想把自己说给我听吗 我觉得这个这个时候你也非常好 还有快乐的时候你在那喝两杯之后那种张牙舞爪什么的也挺也挺有意思的 对 就很低龄感觉但是很好玩 哦 就听下来就是没有上班的我 哈哈哈哈 就是不想跟他一起上班 可以加可以加 加到最后一名 不要讲最后一名 哎呀 哎呀 去帮帮他吧雷哥 哈哈哈 他肯定不想 哎呀是他肯定不想 对于最后的答案你在过程中有纠结吗 有有有有很多时候 因为其实稳定也好 还有兄弟情义也罢 都对我我我耳根特别软 特别容易被说动 就是我们坐在一起能坦诚不恭的把这个东西聊完了 我觉得对于无论是朋友关系也好或者职场关系 后面就会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去疏导我们关系那样状态 有些鸟羽毛太鲜亮了 我们都是关不住的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俩能像你歌里写的一样 嗯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面朝大海 嗯 我俩一起喝一杯 不需要功成名就啊 只需要 嗯 开心轻松 他是一个自由的鸟儿 他就应该好像在天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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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画画了一幅画 嗯 这俩人都写了个符 这还真是好朋友 哎呦 太好了太好了 这值得鼓掌的 中下上线 身不诚恳 我觉得挺好的真的 这才是朋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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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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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朋友你们最看重的一种品质是什么 哎我看我们有没有默契 我们可以一块说 来 一二三 真诚 哇 嘿 就这么着了 走 你看看 录完了 好好好 挺好的挺好的 哇哦 我觉得两个人都在不同的方向去看待友情 因为老姚多多少少有一点混淆友情跟工作的关系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 比较清醒的反而是王磊 但我觉得一个最好的答案是他们两个都说了否 成全了对方 我觉得对音乐也是好的 对朋友这段友情也是好的 你既然那么欣赏他 就让他去做一个自由的鸟吧 对吧 刚才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是 王磊和姚正讲 我想跟你一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不必功成名就 只要开心轻松 我觉得朋友之间一个相对好处理的状况就是 我们俩各自跟着各自的老板去功成名就 然后咱俩可以聚在一起面朝大海吐槽我们的老板 因为你工作中一定有不开心 而且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就是这样 越单一可能越容易 现实主义的讲 我觉得在职场里诉求简单一点 对 你从你的领导那里取得价值 领导从你那里取得价值 这时候可以稍微放弃一下对情绪价值的诉求 是 情绪价值另外有场合可以取得 对 不一定全是一股脑砸在职场当中 是的 他恐怕承受不起 没错 任何一种关系都承受不起全方位的索取 哇 其实我们不知道这对于姚正跟王磊来说 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因为本身人生也没有最好这个结果在等着我们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他们可以一直这样做兄弟下去 BOSS直聘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BOSS直聘提醒您 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BOSS直聘联合出品播出 找工作上BOSS直聘直接谈 上极光TV搜索老板不知道的我 大屏观看更多精彩 老板不知道的我有问题直接跟老板谈 让我们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内容 微信搜一搜职场话题 参与问一问互动 看嘉宾早新回答 上微博参与职场话题讨论 分享真实职场情绪涌现的瞬间 感谢微信搜一搜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感谢微博记录片 关注微博记录片之家 同步更新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合作媒体 惠火 娱乐资本论 看电视 直击面试专访组 凹凸净 印尼集团旗下创意内容厂牌 印刷厂 新营销Offer先生 刺猬体验 深度文娱 读酷立体声 三个火象手 读鱼 传媒内餐 瞎说职场 晚睡 圆解Fighting Mom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